Hello everybody, my name is Kai Ewan 今天我来开箱一个小小烂压键盘 我想要给我的 iPad Pro 使用 因为我的 12.9 吋的 iPad Pro 键盘 超贵 都要 6000 块左右 就真的超贵 我真的 一个键盘 6000 多块 到底是怎么样 但如果不买键盘的话 我的 iPad Pro 打字 我就是只能拿起来 这样子打也不太好 那如果你把它放平在桌上这样打 你的脖子也会快断掉 所以呢 我们今天找到了一个 看起来 它宣传的还不错 感觉还蛮酷炫的 叫做 Nugans MKB100 这个键盘比较厉害的就是 它有触控板 而且它可以折叠三折 就可以折得比较小 重点是触控板 因为 iPad OS 现在更新之后 它的触控板功能变得非常厉害 所以我今天想要来看看 到底 它的触控板有没有 跟原厂的几乎一样 或者是它很烂 不知道 我们就来开箱看看吧 OK 所以盒子里面有一条Micro USB 所以这个键盘充电是用Micro USB 不是Type-C OK啦 好 我们来看看这个键盘 哦 哼哼 大家这可以分开我手掌上面的键盘 好盒子里面还有两种语言的说明书 就这样子 那我们就直接来研究一下怎么连线我们的键盘呢 哦有了 MKB 100 在使用这个键盘之前你要先选择你的模式 就是它有一个叫做Windows 就是如果你在使用桌机或者是Mac OS 你要先选择Windows 就是它的快捷键才会符合你电脑桌机笔电的那些功能按键 那如果你用的是iOS或者是Android的话 你要选择Android 这样才会完全的符合这些行动装置的快捷键 第一个问题就是它的按键大小不太一样 像正常的A正常的S 然后D就变小了F变小 这个V是最小的所以它每个按键距离都不太一样 按起来的感觉也不太一样 就按键大小不太一样 所以你常常按错按键 这如果你回家还有另外一组键盘你打一打 再回到这一组键盘你 你也不能熟悉 因为你回到家或者是你到其他地方用正常的键盘 你会感觉不太一样 所以这个可能就是需要看着键盘打字 你无法盯着萤幕上 除非我也不知道 就有这个问题啦 所以这个键盘只能放在平平的桌子上使用 如果你要想要放在你的脚上啊 或者是 边打边用之类的 或者是你桌子不平的话 它就会 解体 所以你一定要放在平坦的桌子上使用 这是唯一的限制 还有它的触控板的部分 它只有触控板的部分 它完全没有左键跟右键的实体按键 所以你只有轻触跟双点是右键 没有那种左右键实体按键 你是按不下去的 那这个触控板没有实体的左键跟右键 那如果你想要选取一段文字的话 你有两种方法 一种是双点你的触控板 然后你就可以选取 就跟正常的电脑一样 那另外一个方法就是 它有了另外一组快捷键 就是FUNCTION加一个滑速左键的按键 所以你就是左手按左键 右手来触控板 你这样子就可以轻松的选取你想要的文字了 那你就可以复制贴上做你想要的事情 这触控板的触控也只支援一指跟两指的触控 就是左键跟右键这样子而已 你没有三指的上一步下一步 也没有五指的抓来抓去就是Apple那些神奇的东西 没有只有左键跟右键 整体打起来我觉得还算可以接受 那这个触控板呢我觉得也还不错 你可以到设定里面去调整一下触控板的灵敏度 就把它调到你适合的灵敏度 我觉得会差别很大 那整个打起来 你就只需要知道iPad上面所有的快捷键之类的 你就可以好好的使用 把它当作一个原厂的iPad键盘 只是它的位置不太一样 这个需要算是缺点吧 重点是你还可以把你的键盘折起来 超级迷你的键盘就这样子可以随身携带 这真的是最方便的键盘吧 如果你要买普通的蓝牙键盘就是一大块板子 你会把它塞到背包里面带出门 也不太方便 那这么小我觉得算是非常加分的部分 虽然它牺牲了一点点的键盘每一个按键的大小 但是如果要带出门真的是还不错啦 这个键盘可以塞口袋里 太夸张了 我觉得这个键盘最厉害的还是这个触控板 它在一个小小的空间里面塞入一个触控板真的很厉害 你就可以这样子遥控你的平板 真的是超厉害 这个就真的 功能就跟原厂的几乎一模一样 应该算是一模一样 只是它的按键编排 它是用Windows为基底 所以像上面的Command還有Option 就位置你需要熟悉一下 因为就不太一样 但除了这样子 我觉得这个键盘可以在这么小的空间里塞入这么多东西 算是非常厉害 而且它的价钱超级便宜 才一千多块 对一个iPad键盘来说 它原厂六千多块 这只有它六分之一的价格 却有所有的功能就非常厉害啦 我们做个结论好 如果你需要蓝牙折叠小小迷女键盘 随时出门打字 那上面功能非常齐全 还有一个触控板的话 那你就 这个键盘应该算是非常好 但如果你需要比较高的效率 或者是你比较习惯 或者是你的手比较大 你需要比较大的按键的话 那这个键盘可能你就需要犹豫一下 因为这个键盘的按键真的是超小 常常打错字 你几乎就需要看着键盘来打字 会比较快速 比较有效率 那如果你看着萤幕的话 非常容易打错字 OK 那这就是我们今天的 Nugans MKB100 三折蓝牙键盘 那当然喜欢这个影片 还可以按个赞 订阅我们频道可以看更多的相关影片 这里有一个全部都是开箱影片的playlist make sure you check it out OK and I'll see you guys next time 拜拜 拜拜